大家好,我是兄妹美食的妹妹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无神穿针粽子的做法 今天包粽子所用到的食材 粽叶,糯米,蜜枣 我们先把粽叶清洗干净 再开水锅中烫一下 这样干净卫生,粽叶不容易折断 糯米要提前浸泡24小时 并要换水两到三次 取两条粽叶 剥成肉斗形 放一颗蜜枣 压紧实 窝上来 修剪一下 拿这片粽叶和这个边对齐 窝上来 这片粽叶呢 稍微斜一下 窝成一个角 在这个位置 穿过去 这个动作要轻一点 慢慢把它穿过去 稍微压一下 包好了 包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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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